早上看看帐篷里面的灰 外面沙土 昨天晚上还是睡的比较舒服的 虽然说灰比较大 但是真的睡的很香很香 比我前两天睡的下 昨天晚上没什么风 这风都今天早上刮的 先休息一下 等着晚上出发 没有水源,没办法洗脸 用湿巾拍一下 哇,看看 太恐怖了 今天这个温泉拖不上地 感觉是我们往前走是逆风 在这个温泉拖不上地 在这个温泉拖不上地 就好了 最后一天有点火烧烊 在这个温泉拖不上地 里面的温泉拖不上地 但那边的温泉拖不上地 只能把温泉拖不上地 搭击带劲 今天这个骑行环境 真的简直了 过了前面这个里程碑 就到张叶地方了 张叶 延续下坡30公里 好久没有感受过 这种快乐 下坡的快乐 那挺冷的 就是今天这个冷减度实在是太低了 到这个山丹服务区上室友间 我天呐今天这个真的视野效果太惨了 啥也看不到 本来可以看到那个什么 碰到一个来自北京的玻璃大哥 昨天晚上我在那个山上帐篷里面直播的时候 他也刷到我直播 他说今天就像我们 说问我们想吃什么 然后给我带了那个炸鸡 哇太幸福了 哇哇哇 这是什么神仙生活 一整只啊 两只 天啊 是吧 鸡小 炒鸡 炸鸡 来吃 来上一个鸡腿 撕一个这个鸡的鸡 这个摩车是多大排量啊这个 525 525 真帅 我驾驭不了这种 太吓人了 我可能脚都踏不到地面 最好还是买一个两脚能招地的 谢谢 休息给我吃的饱饱的 现在继续往前出发 沙城越来越大 但现在已经没有风了 今天晚上到那个山丹县嘛 嗯 你从新疆回来的 嗯 从新疆哈密那边过来吗 嗯 那你靠边一点 哈密那街子是吧 有街子就是没过到了 那边好不好齐啊大哥 好齐 嗯 我这个样子 乖乖乖乖的穿过那个是吧 隔壁滩无人区 我用了两天 你上高速是吧 有时候路都是远了那些是吧 新疆的交警 他会帮助你 开着车送你一车 哦 哦 你是锻炼身体 老跟三级 哎呀 太厉害了你 哎呀 你说那么辛苦 跑到那边 太远了 哎呀 你骑过来用了多久 下次 我从新疆到这儿是吧 我4月8号 家里出来 我又在哈密是吧 我老先家晚了5天 我是爬山我也不能骑 我腿不行没力 我都腿着走着 对啊我们也是 东西比较重 我就是没掉什么东西 我觉得我就是方便就是路了 一个人啊 一个人 谁给我一块 我这不是餐鸡人 我就无聊带来身体 不过是吧 这路的时候 哦 这边就是 新疆现在好像冷了 我昨天听我那边 人说下 下雪了那边 新疆下雪 嗯 不过我们到那边还早 还早 我差不多说你们到那儿就暖了 你们还穿冬天的衣服 我来的时候我从新疆 我以为天气热了 我穿冬天的 下雪了 不是你这儿爬山军在上面等呢 对那上面风大 嗯 这都爬坡了 我想去那边内蒙去 我去内蒙外去 我走着我就是为了断了身体 从内蒙到那边 寒冷江去 寒冷江然后 然后断了 顺着那个中国的边界绕着 等我好了 我就把镇成一扔 我就回家了 你是哪里人啊 是安徽的 我也是安徽的 他也是安徽的 哪里是安徽的 我也是安徽的 我是死人的 好行 我在那边嘛 新疆在 我在那待了几年 突然这点脑梗了 把我气大了 烦死了 我就不想这个样子活着 脱脱扭扭扭了 就想哎呀 站着练 后来是吧 有个医生跟我说 他说你气了就应该算了 说是好 我在家里 我手就这样子 现在出来以后 好了 身体好了 好得多 这个效果小得好 刺激自己身影 说是好得快 我以前差不多 我能赚钱的就好了 我在那边 本来是养牛的北家 在北家养牛 嗯 虎头臂那边 是突然一下就那个 突然嘛 就突然 肉吃的多了 肉吃多了 还是那个 是吧 那你今天是从三丹县上来吗 我也不知道哪里 你在外面扎帐篷 不是 我轻易不扎帐篷 我就是找了 是吧 我昨天不带 人家那个说 啊 从 到桶子底下 上面那个是吧 说布被子蒙住 里面长的圈草 哎呀谁说 是吧 你带帐篷了吗 帐篷睡在做饭的都有啊 做饭的都有 我都买着吃了 买着吃 买着吃 短短的 反正我这个院子 我就走了五二多毛 现在装了 多少钱不多 哎呀 一万多块钱吧 反正就是 够了 我就是完全花着 我就是为了锻炼我的身体 反正你们这路的是吧 哎呀 越往那边越荒凉 越荒凉 越荒凉 比这还荒啊 越荒凉 哎呀 翻荒凉 是吧 就是是吧 城市街 周围是吧 又是荒凉 好了 过了之后 又一段 又是荒凉地带 所以说西北日本和荒凉 新疆那边是吧 新疆那边是吧 新疆就漂亮啊 现在不行 现在去新疆跟着一样 现在去新疆跟着一样 一样呢 好 你们走吧 你最安全的 你一个人 我从新疆吃到这儿没事了 好 我就是走着慢 我就是断了身体 好 去那三天吃点饭就饿了 一天没吃饭了 好嘞 好嘞 再见 所以我觉得旅行的意义 不在乎于这条路线的故事 这条路线的风景 然后还有你路上遇到的各式各样的人 真的 然后我一直说在路上就是听别人的故事 然后去悟自己的人生 真的在路上你的眼界真的会开阔很多 心胸是打开的 整个人是积极向上的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感悟 我每走完一条线 然后我都感觉我要成长了 我觉得人马一辈子就是活到老 学到老 我要努力奋斗 努力奋斗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从国道旁边看到这儿有个那个汉民长城博物馆 然后我们就拐进来看了一下 关门了 没人 我都在想为什么这个博物馆会建在这里 可以看到那个高速对面有那个 这个汉民长城的那个遗址 从这儿一路 往山丹县方向那边都是这个长城遗址 近距离的来感受一下 我们的文化遗产 这些人真是在上面刻字 看这黄土 虽然经过了千年的风霜雨雪 依然坚挺 好 真的是非常伟大的一项工程 就是这个沙土天 这个沙城天气啊太不给力了 大好河山漫天黄沙 到山丹县了 我踩山丹欢迎你 目前我只看到一个眼神灰色调 今天的路啊 虽然说感觉像是一路下坡蛮轻松的 但早上起来的时候也是逆风 再加上一天都是那个灰 一路吃土下来的 然后试业效果呢也特别不好 今天的真的是 有几段感觉都是无法呼吸的那种 晚上是到了这个山丹县啊 目前离张叶的话 还有个六十多公里 山丹县的海拔呢在一千八百三 昨天晚上住的那是两千六百三 今天下了八百 哇这个老壳 反正现在是非常非常的长 一身都是灰 赶紧来县城洗个澡 然后明天的话就可以到张叶了 希望明天那个沙城轻一点 哇天哪 这个沙土太厉害了这一遍 今天就像今天碰到的那个 骑摩托的那个大哥说的 大西北没有景只有风 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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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